大家好,又回到我们的望向编辑部Youtube频道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师,你恐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都来自马来西亚的达马sir 各位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望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亦都希望大家留下你的建设性留言 好了,今节我们就说一下 自主真的很难 能源自主呢 其实西方国家就很想做 因为不想被俄罗斯的能源 是束缚着的 之前我们做过一节讲日本的 日本要人 想不到欧盟如果要摆脱俄罗斯能源 都是要人 最欠缺的亦 原素是什么,就是人 真是挺难的 你说好的人才 不要说人才,普通工人 初初出来做工人都不多 这个欧洲投资银行最新的调查就发现 在欧盟就是 其决是两类人才 工程师和IT专业的人士 严重阻碍着欧盟向清洁能源技术转型 这就很难摆脱俄罗斯能源的依赖 也挺厉害的 这个欧洲投资银行 哇 调查报告这么大的 sample 有13000家企业 还有680个机构 厉害 很少见这么大的 sample 欧盟的绿色技术投资 现在是缺乏人才 以受到巨大的阻碍 当然他们就说 欧盟准备增加清洁能源技术的支援 但是呢 不要忘记 都是那句 不要忘记来自美国绿色投资 即是削减通胀法案的这个竞争 根据欧洲投资银行刚刚发布的年度 投资报告显示 超过五分之四的公司 和百分之六十的地方政府 缺少是这个技能的工人 特别在工程和IT部门 这样就阻碍了欧盟的能源的转型 和摆脱俄罗斯的能源 也是很难的 当然了 也在最后都希望可以改善一下气候变化 结果都很难 那这份报告呢 就是2022年的一份整年的报告 那他们就说 限制气候变化投资现在是在增加的 但是 仍然是远远低于欧盟的这个目标 那他们目标是什么呢 就是2050年实现碳零排放 但是投资貌似也不太久 那么欧盟委员会 将会在3月中 即是今个月 因为今天是1号 提出提高欧洲清洁能源 产业竞争力的计划 这个行业呢 其实投资 是落后于美国的 相当于 整个欧盟落后于美国 每年GDP2% 那美国削减通胀法案 每天都提的 是因为 你自己不补贴 经常骂人 之后 你搞不定美国 就 哎 中国他也有 这个是 补贴的 不过他是隐性补贴 真是好笑 你搞不定美国 那你找另一个稻草人 就找了中国 那结果 你不要看中国 好像没有补贴 他们有的 有隐性补贴的 那什么都可以隐性 是吧 哈哈 削减通胀法案 是一个3690亿美金的一蓝支计划 包括是为了促进绿色产业 而大量投入的资金 拿来做什么呢 就是 是税收假面 和其他的补贴 也引发大家对美国 喂 为什么这样 我们已经落后你了 那欧盟就担心 会进一步落后于 美国吸引投资的能力 那谁叫你不补贴 你傻的 哎呀 我们落后你了 你知道 好搞笑 他知道问题所在 但是他死在那里 说 哎 不行的拜登你这样 你都不讲情意情分 哎 真是浪费 真是浪费 说真是浪费 那德国和法国 就呼吁欧盟 是有相关的援助计划 即是 将成员国能够直接向产业注资 这样才是可以 回应美国的削减通胀法 因为美国也是直接注资 他的补贴 其实就是等于这样的 等于注资的 但是 欧洲投资银行 就说 他们也很浪费 欧盟不需要大规模补贴来竞争 相反 是啊 都很浪费的 你以为 真的 相反是什么 他说改革就可以了 改革呢 这个叫做繁琐的行政过程 就行了 即是觉得 唉 你很多那些 咫咫咫咫咫 你很烦啊 那他们就说 从我们经验看到 什么经验 以前有削减通胀法案吗 是吧 我们的银行有大量的绿色工业项目 但是我们的客户 就等着这个许可证 这些就叫官僚主义 其实我觉得这件事都要削 都要削去 但是 你不给钱 可以吗 你只改个架构 或者改革 你们说 那你没有钱 喂 考虎难为无米之醉 你只有个假 你不给钱 你跟我说 有大大进步 就有点难度了 那 不过这个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 这个行长 他就说 缺乏可融资项目 是资助气候转变的第一个缺失环节 我们在现实当中看到 首先你需要有项目 可能要几万亿欧元 但是要投资 你需要一个大项目 欧盟和美国都希望摆脱 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 亦都希望 在电动车 太阳能 风能的领域 是可以多样化市场 不再依赖中国 但是就是缺人 有没有手足可以去欧盟做工程师 我想问 可能也有 但是欧盟禁鬼教 其实吸引人才很简单 要说简单又说很难 条件优厚 这个也可以说是千古不变的定律 当然有些人很有理想 背起理想的人也可以 但是工资比人少 之后 你做事又是架床叠屋 绑手绑脚 又是很官僚主义 那他去哪里做工 他可能真的去美国 那么 也有行内人士 就是这个贸易机构的 Solar Power Europe 的CEO 叫ACA 他说 虽然北京之前的清零政策 令到中国的太阳能电磁板的出口 是出现了下跌现象 但是我们和中国 熟练的电器技师 和其他的IT人才 真的差得太远了 做国人很多人 欧盟仍然有更多的光伏电池 是没有办法安装的 你记住 安装是不能安装的 不是说整 整他整到 但是他的产能当然不及中国 和你们也是 拿这个石头扔着一只脚 又禁了新疆产品 是 我们经常说 你制裁人得制裁自己 是对的 是对的 太阳能行业的工人数量 从2021年的50万人 起码到30年要有100万人才行 欧盟委员会 如果要实现这个目标 应该挺难的 因为 现在 每年增长都是不可以满足45%的计划 比如你每年要请100人 最多请45人 唉 那不就有时间了 原来冯德来恩 又提出了一个新的想法 就叫做 炭灵排放工业学院 帮助工人进行最爱培训 并且设法 令到一些行业 可以优先得到 有经验 欧盟以外的工人 但是容易不容易呢 你会想 别人也会想 以前我做太阳能板 我都觉得很难请人 几年前 七八年前都很难 很多人做 熟在达家常说 自己开公司 哦 是啊 因为你装太阳板 其实我自己也很辛苦 现在 爬不到上去 身体比较重 日曬雨林 工钱还可以 原来 我们说过 美国在晶片也是缺人 现在 原来 他们想着 有件事他们想不到 但是 现在 这个美国商务部 就知道了 为什么缺人 因为有些女士 当然 他释放了女士劳动力 是很大的 你要知道 那他之前 面临半导体人才缺口 我们都说过 小成五十万人 建筑工人少得更多 原来 商务部 就是宣布 起码要基本保证 为 建这个晶片厂 你知道 现在晶片厂 我们说过 它建的工人都不够 大家在那里爭食 Intel就和台积电 爭工人 当然 价高者得 这个世界不用说 是不是 还有 营运这个晶元厂的工人 尤其是女士 就担心自己的小孩 是没有人照顾 所以 现在美国晶片法案 他们更加要关注 这些 叫做 相关晶片行业的人 的小孩的托儿服务 因为 要令到某些人 当然 不只是 家里就是女性 要带小孩 男性都要 其实 现在他们想到一招就是 要做好托儿服务 令到 爸爸妈妈可以安心上班 那也对的 澳洲 澳洲 澳洲就是因为我们的 日care太贵 所以很多人 不愿意出来做 因为想想 我们百多两百元一天 你想想 跟很多人的 很多人的税后的 收入两百多元 你可能纯赚了 几十元 不愿意去带小孩 至少你和他培养感情 对不对 原来商务部最新的想法是什么呢 就是 在新建的晶片厂附近 建多些托儿中心 并且以工人可以承受的成本 支付费用 直接 这样是好的 其实是聪明的 这招 直接补贴工人照顾的费用 或者其他的措施 美国官员就说 这个措施就是为了吸引更多工人 是来建厂 和工厂做事 解决工人短缺问题 当然也希望新移民 因为很多新移民 都有小孩 都需要有人照顾 你看看 美国也是吸引人才 也是大力的 没有相关的 刚才那个 阿哥叫什么 那个叫Solar Power Europe 那个人还说 改革就可以了 改革是需要的 即是你有些东西 你的手续 有些可以在准确的情况下 缩短过程下 这个繁文欲哲应该是 但是 你没有钱 你走开 真心说 我也不想说 雷蒙多 他就说 除了要直接 补贴这个钱 和加大工人的薪水之外 这些叫做 间接的福利是必须的 所以令到精元厂的工人 和建筑工人 这个是 当然很贵 大家都知道 最重要是 而且很便宜 而且可以令到 reliable 都是需要的 就是全部都是要的 给得起钱 又要方便 你附近就方便 而且可靠 你请一些很流的老师 又不行 好的老师 那当然价格肯定贵一点 不用说那么多 整个配套要齐全 原来 这个雷蒙多 美国商务部长 有一位诺贝尔的得奖人士 提醒他 缺乏儿童的托尔索 就是劳动力得不到保障的一个原因之外 这个是对的 这个是对的 你释放了那些女士的劳动力 对于整个国家来说很重要 这个是真的 当然了 现在全世界都是要人 所以我们说了一句话 这个帕斯 这个西澳政府去英国 拿三万一千名 其实那天我都说了三万一千多名 三万一千多名的医护 英国政府说 这样不行的 抢我们这些人 有钱便可以留到人 真的 这个不用说的 这个 你们不是相信市场吗 为什么人们肯来乡别井去到澳洲那里工作 如果没有的话 是的 英国和澳洲相差很远 有些人喜欢英国的气候 有些人喜欢澳洲气候 是的 有些人是为了生活 房子住大一点 生活好一点 但怎样都是 身仇 主因都是身仇 占很大的巴仙 是的 就等于你们那些 住在Johawk的人 其实他们去新加坡赚多一点 不是少少的 很多的 每日来回都值得的 一元换三元 三元 人家当然认识过这么辛苦 我看到很多人在五点多钟起床 就乘巴士去到 很多是八点半要到的 是的 那五点钟起床 哇 我看到有人 他说 有时太早起床 巴士睡一会儿 这样的 歐居路顿 是辛苦的 不过有钱找 就是这样 就是这么简单 就是这么简单 人就是这样的 这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再见 拜拜 拜拜